2号和12号以外 所有玩家均在井上 现在时间是37分 请1号玩家发言 就两眼八 就这样 然后井辉留7号玩家帮我留一下 我就这么玩 我也不玩玩 我就喜欢写检讨 我也不想赢 然后等会麻烦 其实就落地戳 不准不戳 谁死了都得戳 好吧 谁死了就得戳 不要戳我 直接戳7就可以了 直接戳7 好吧 不用戳我 好吧 然后守卫守一下棋 好吧 如果有什么双药 因为 大师赛嘛 如果有什么双药女巫的 你千万不要戳自己是单药 好吧 再自己弄一下 然后万一有什么人 跳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身份 出来拍一下 好吧 然后井辉留就先留8 7号玩家 如果觉得什么不满意 你就可以弄一下 就是这么玩 想赢 想赢 好吧 就想赢 不想写检讨 就想赢 好吧 然后 后面那个汗跳 就说17是双狼就可以了 7号玩家再怎么反水 他也是狼 打死他 好吧 就第一天验了70金水 井辉留验8 就验8 就是井辉 只要 只要井辉没有到8头上 8就是狼 谁改都没有用 好吧 等我验完7 8之后 我看一下怎么输 我就想知道一下怎么输 我就想知道一下 这个下线是在哪里 3号 你爱什么 你爱 全世界就你不能爱 知道吗 就这样 然后 支持双暴 屯井辉 支持双暴 屯井辉 第一天验了70个金水 就这样 好吧 过了 3号玩家 我为什么上节 只是因为上把 在5跟11里面没分清 然后就这把 就不太敢在井下待着了 然后1号 那1号都 就都已经抱着必胜的心情了 那还 我如果我是个好人 那就认1号是冤家呗 那我就躺呗 那就听 听那个 1那个 带队就得了 我就过了 4号玩家 我是好人 听1我感觉不太好 1给7号发了心水 然后又说7要反水什么 是个狼之类的 这个发言就很奇怪 一般王宝宝这么发言 应该是拿到狼了 然后 我是个大好人 就听听后边吧 我觉得8号有振奋 够了 4号 5号玩家 我觉得1还行啊 7金水双暴8 嗯 挺好 想象不是游玩家 就是个自暴自弃的狼 估计起来看 什么7 8又是俩好人 不想玩了 就这两种可能性嘛 要么是愿员家 要么是吧 噼里啪啦 觉得2号玩家 笔记记慢了呀 2号玩家 1发言的时候没记笔记 2有点小问题 打一下吧 别的没啥了 上吧 怎么了 愿员家大把刀 防身不过分吧 对吧 6号玩家应该是骑士了 按尿性来说 对吧 今天祝你生日快乐 你发个骑士 加油 生日快乐 我过来 6号玩家 谢谢五号玩家的祝福 但我不是 其实我是原家 第一天宴的石 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景辉留的话 先7后8怎么样 这比谁想赢吧 那就 那我就先7后8呗 景辉留 当然我不会这样留了 没意思啊 我会留一张7啊 因为1号玩家 本来我会 直接了当地去打 170两张狼人牌 但1号玩家当时 作为一个汉跳 他聊了一句 哪怕7号玩家 在一个位置 烦我的水 你们后追起跳的 也要把他打成狼 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 就不一定吧 至少没听到 7发的情况下 就可能不一定 真的有可能 破坏的破摔 或者故意做低期的身份 有这种可能性 然后 想一想吧 我听3像个好人 听3像好人 听4 4号玩家的结论 像个好人 3号玩家是心态上 我觉得 因为上一局 尤其他的确是 投错了票 然后跟他的心 这一般我是能对得上的 所以3号玩家 有可能是好人 4号玩家给的结论 是1号玩家不像 然后觉得8有身份 所以结论上 4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但他发现本身 也比较短 从其他方面状态 各方面也听不出来 其他的东西 所以4号玩家先盘他 是偏好的 我不去盘什么倒沟 或者什么朗美之类的 我先不在这个位置去盘 5号玩家虽然觉得 一还像 但5号玩家就打了 锦下的2号玩家 所以我想去 压一张2号玩家吧 或者不太想压2 我想看2的票型 想想吧 要是看票 算了看票 我觉得可能定不出来 他的身份吧 因为我不太了解 2号玩家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验2好吧 先7后2 然后5号玩家 听他锦下的站边 听他锦下的站边 锦上其实对5号玩家观感 对于1号的评价是一般的 但是他点了2 所以不一定吧 好吧 然后10号玩家是一个狼 1是个狼 所以后注意 假设5号玩家是个好人 2假设是会给他打对的 或者打错的情况下 假设这边狼比较少的话 那边还得再出 就是8号玩家 9号玩家 10号玩家 可能还得再出一个 这还得经历 情况下是好人 如果7号玩家是一个狼的话 很可能1 其实 假设2 5里面出一个 狼坑已经就没了 狼坑就已经没了 所以这盘我觉得 编对大家来说 是比较好占编的 然后验10的心理层 最后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我之前 是9号玩家 5号玩家都验过了 他们俩就不再验了 后来想就想到 老板水就把水验一下 没想到验个狼 验个狼就请他出局嘛 然后其实可以选择戳他 戳他是一定 你不会死 好了 我是个闻家 过了 10号玩家 我觉得1和6的话 1更像吧 因为6号你验了10查杀 那也得先戳1 因为正常情况下 一定是在对套 对套里面戳 对吧 16戳嘛 那个戳了10 还得就要盘 是不是什么狼杀了 我肯定跟1战变 1号玩家能骗我吗 1号玩家这么想赢 那我稳了 这盘1号好玩 紧回头你就验完6 再把你自己验了 好不好 给你丢完了 你先6号1 好吧 我帮你丢 然后 没了 就等着即使戳人就完了 因为 就在16里戳嘛 对吧 因为 你戳了1号 你死了 但是能证明1期都是好人 你戳了 6 如果6死了 这个 你戳完6之后 你就能知道1号和10号的身份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挺好 16里面骑一个就完了 井下再说呗 对不对 井上我们飞那么多也没用 这盘子边有 有有那个骑士 对吧 行 那就这样 我等骑士出来 好吧 我过了 8号玩家 就 不知道该怎么发言 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发言呢 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拿了一张平民牌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向大家证明 我一定是张平民牌 就大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不愿意相信我一定是张平民牌了 然后吧 我现在要是说个战鞭什么的吧 哎呀 你们说 哎呀 这操作 我说我不战鞭吧 哎 装傻 就很难受 我这把是想要战 6的鞭 我认为60个冤家 我认为60个冤家 情况下 其实这把有一个特别爽的点 就 骑士 当你向大家证明了 一方阵营为真的时候 另一方 至少裸出来三匹狼 那 我还挺开心的 就 哪怕最后 哎 狼赢了 起码狼也是 没藏起来赢 也是裸着赢的 就是 这个是让我感觉比较感动的一点 就 我为什么要战免6 因为6的发言比1好太多了 那一个10分的发言 一个90分的发言 我身为一个 批改捐职的老师 我一定要战免90分的学生啊 那10分的学生 我还得鼓励他 我说你的吗 真好 那不是扯淡的吗 所以说 我肯定是要战免这个6 然后也希望6号牌 你不要对我有芥蒂 不要一会说什么 哎呀 你8号牌有可能是个什么 电飞 这那的 没有 就是 很真情实感的 觉得你的发言比1好 那 所以我要战免你 包括 1号牌刚才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自己压的7是金水 你也知道 7是一个尊重游戏 你告诉我 你要指望他 来赢这场比赛 然后你说一个 不管7一会反不反水 本身这也不是一个 有混子的板子 7就不存在 有反水的一说 你验了他这金水 他就是一个绝对好人 他是个绝对好人 情况下 他最多说我不占边 我没分情 他绝对不会说 认为你是这张狼人牌 那你1号牌这种发言 就很刺耳 刺耳到我觉得 我不可能占你的边 那 在我占6一边同时 那6验了10是茶茶 那我认为1也不敢骗这个棋 那就17是三张狼人牌 我过了 9号玩家 我不是 你们不用看 我肯定不是骑士 哪能天天是我来骑啊 是不是 那不能天天都是我吧 但是说句交心的 就是在这个场上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和1号玩家 其实要比 认识大家都少 除了那个5 就我觉得1号玩家 是在老人杀这个领域 是带有一点 这个电竞精神的 对吧 就是他是永不言败的 那一拨人 所以他刚刚的发言 就是唇果在那摆烂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1号玩家 拿到一张愿家牌 能干出来的事 所以我是 你没关系 你别跟我说 来来来 我不是骑士 折磨的人不是我 是你吧 萌萌 我看你正经危坐的 像班长一样坐在这 是你吧 我都感觉 我都感觉 好像底下有把剑 他感觉随时要 起来批人了的 没事萌萌 是你也不用折磨 因为这局不是 8号说的很明白吗 你誓死誓活 都很明了 誓死誓活 都很明了 说实话 我仅上 我是个人觉得 1号玩家 超出了我 对他的这个认知 我觉得1号玩家 不能是愿家 而且我 而且就好像 就是这个场上 所有的人都可能去愿起 但是1号玩家 是不会的 我是觉得1号玩家 是这样的人 好吧 这是我对你 我是对龙哥的 这个信任 电竞精神的信任 所以我觉得 你不是愿家 万一你这局是 我也是纯纯的好人 我帮你 我帮你找到了 外之威 6号 好像不是特别明了 他是 他是愿家 只有他一个人 是那个狼 还有你 行 他那个骑士 萌萌 我就直接跟你说吧 应该八成是你 你其实说1号玩家 是愿家 千万别说我是狼 那6和8 两个我们排队处 一号玩家笑那么化妆 我就更觉得他是狼了 我过了 10号还是茶沙呢 那听10号玩家发言吧 我是警察 我沾边6 好吧 我过了 10号玩家 突然有点不会发言了 因为以前接的茶沙 都是真的很少 接到假茶沙了 关键是 KS给我发茶沙 他是兽型 我太用力了 骑士骑的 把他骑死了 他昨晚又只发了一轮言 又走了 但是我想赢 如果骑士骑了王宝宝 因为我知道他是愿家 那骑士自己又死了 又轮次又很落后 因为8现在跟6 明显是一个阵影了 轮次又很落后了 女巫就算独来得及 也很难受 我是挺难受的 不知道怎么发言了 我是个平民 好不好 KS 我是个平民 我没办法 因为要是平时的局 我其实还挺想那个什么 但是这是有骑士 大家想搞错也搞不错 所以你给我发茶沙 我是挺没想到的 我是个平民 那王宝宝发言再摆了 那他一给七发的精水 对不对 七是在那边一的 你骑士要戳一的话 你必须要觉得 一七十三个人 都是老 你才能骑这个一 你一七十零 反正你听出 一个好人 你都不能骑这个 骑着一吧 你骑KS的 我其实挺难受的 要不然把八骑了吧 KS可以吃毒 KS吃毒也说不了话 我是挺难受的 反正我是个平民 我这把反正站不错边了 我会坚定不移的 投这个六 投完六 如果把六骑了 女巫就直接读八 然后外志位就是 你们随便吧 就 你验谁 你肯定也抱不出来了 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能拿得紧回 我别的就没什么了 九号玩家发言很难判断是狠人还是狼人 反正有骑士 无所谓的 我就过了 你们把六骑死了 我是个平民 我是跳了平民的 如果我们是狼采狼的话 我肯定要跳点什么别的身份的 把六骑死了 我也是有好人 我过了 十一号玩家 得亏这把我不是骑士 不然我不抱上一把的一箭之仇 发言还没开始 我就先请十号玩家吃一箭 我是个好人 那个是这样 六号玩家给十发叉叉 我紧张 先占六吧 好吧 那个 对了是吧 那个 那个 因为 我上马 这么跟六号玩家对话 六号玩家交十号玩家战鞭 不交十一号玩家战鞭 有点小过分吧 什么肉都给十号玩家吃掉了 所以我就 我觉得发言是有点 有一点点犹豫啊 但是其他的也没太大问题 只是我觉得六给十发叉叉 可能 六号玩家是会验十号玩家 这点是我能想到的 其他的再听听吧 而且七号玩家说 他觉得是要在一六里面戳 但其实是应该在六十里面戳 因为一六里面戳 如果六号玩家戳 说他是狼人 那如何证明 他说不能证明那个狼 叉叉叉狼 那除了六 六十狼 不是也不能证明狼叉叉叉狼吗 对吧 所以 其实轮策还是在于六十的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没有了 我紧张就这么说 反正这把 因为看到每个人都cue骑士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上一次 我的那个 感觉 好吧 这把我不是骑士 我是好人过了 这玩家发言结束 退水请灭灯 人在井上的牌有 一号六号 井下两万玩家请他到时候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二号 十二号 军投给六号 六号玩家当选井长 一号玩家请灭灯 灭灯有灯 井长选择五或七八言 五号玩家 一七十是三个狼又被按在地上摩擦了 不太像吗 因为这个板子你看有骑士 所以十一说六十骑 问题你还是应该一六骑 我个人觉得 起码先把预言家找出来 对吧 我是想占一一把 因为你说一七十 就被按在地上摩擦 井上也没有 井上也没人下 因为这个板子是有骑士的 戳出来以后 现在七是要站边一 那一号玩家不就等于 把七直接卖在台面上吗 是有这么个逻辑吧 不管你甭管骑出来 骑死了六还是没骑六 所以因为我想表达的观点 其实就一个 因为骑士骑完 我们就知道一六 谁是狼 谁是冤家了 那么一 甭管他是预言家还是狼 他跟七现在大概率同身份了 十还皆查杀了 那只要骑出来六是一个预言家 那一七十的团队不是拉崩了吗 所以我觉得不太像 我觉得一比较像预言家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票是怎么投的 就是怎么就两票都投六了 再听听二跟十二聊吧 然后井上你看 其实也是没有人站边一号玩家的 除了我嘛 我说一号玩家比较像 当时我还没听到六发言 而且六号玩家 他说禁验七 有点打心态吧 我个人觉得 那七有什么好经验的 七是好人 自然会站边你的呀 你甭管一跟他怎么对话 对 有可能一是个狼 在脏七号 对吧 就让所有人以为一七同身份 那七自然也会站边你 六号井上说 厌七 怎么还会有人都要站边六呢 八跟九和十一 我就也不太理解 当然如果是我站错了 就再说嘛 因为我也不是骑士 那就看看骑士的 你再听听发言吧 也不用说什么落地戳 你听到六发完点完坑位 六号也会给你留时间的 就算他是狼 他也会给你留时间的 而且我看那个十号 跟六对话的时候 六的表情反馈 也挺像狼人的嘛 就是实说那一端的时候 所以我会觉得 六八是两个 可能圈圈也有点像吧 然后底下二十二再出一个 差不多这个坑嘛 我过了 四号玩家 还是觉得六八不太好 然后刚才三号说了一下嘛 说那个在一号发言的时候 二号没有记笔记 然后二号举票举了个六 是啥情况呢 是想打倒钩吗 有点奇怪 然后但是我还是没有太感觉是 为什么两票都投给六号拿到警惠啊 我觉得一号虽然说发言差吧 但也不至于说全都不听他的 不过虽然这个发言有点听着也太奇怪了 再听听一的发言吧 看看一好好聊一聊 看一能收得了什么信息来 然后再决定怎么搞 过了 三号玩家 确实挺难 我也还好我不是骑士 就我挺想相信六的 但是因为六号在 我当时那个发完言 然后六号说是好人 我就觉得他挺有预言家面的 不知道为啥 然后但是呢 确实这个一七十 如果是这个格式 而且是有骑士的板子 好像有点那个 有点不太对吧 所以 但是我 你们肯定又要说我菜了 那就没占明白 编的咋办呢 我现在还真的是有点分不清 但是我又是一个尊重游戏的玩家 所以我是觉得 嗯 一号的发言确实是比六差了很多 但是六号玩家是那个 玩网杀 然后很厉害的玩家 然后很厉害的玩家 所以对六号玩家要求高 也是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就算一号玩家发言差 所以我也没有说一定 就不信这个一号了 所以我就等着这个 那个骑士去起吧 但我觉得 嗯 六号 骑士号 有点 哎 算了 我就困了 二号玩家 这局 这局真的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真的很简单 嗯 这局 这局真的很简单呀 就是这个五号应该也是剩余的那头狼了 一五七十 很明白呀 为什么一号玩家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记这个笔记记晚了 因为在 你们所有人 只有我和二和十二 两个人在井下 为什么好记得 我就只用记二十二在井下 摄像全在井上 然后一号玩家 所以我就只记了个二十二 不用再写多的 一号玩家发言是 我验了七 我让七 我不知道七号会不会反水 所以我把 呃 我要下一局要验谁 让七号来帮我 那个 你都不知道七号信不信你 你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七号 那你一号能是预言家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为什么不记三号四号的笔记 因为他们三号四号在井上发言是 我是个好人 没别的 几乎没别的 我也没什么好记的 对不对 五号玩家 然后你五号玩家发言有内容了 我就开始记你五号了 然后五号玩家说 二号记笔记晚了 这是我记 你所谓我记笔记记晚了 是因为他们发言内容 就是我个是个好人 我听不太出来 所以我就没记 然后六号玩家 紧接着他说他是原家 那么这个时候六号玩家 是不是比一号玩家发言好 紧接着你们再说 所有人都在踩一号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踩一号 七号玩家没有踩一号 而且七号玩家也说了 一号玩家不会骗他 那么只能是什么 你一号 一七号玩家认识 一七号玩家认识 所以说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反水 但是我把全力交给你 意思就是 你们叫我起跳了 那接下来给你七号玩家表演了 那不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一七一定认识 剩下那个十号是查杀 那就是一七十 剩下那个五号 还在这边就是打着 那我 我心目中难看就是一五七十 而且你也不用 而且我还有 七号玩家刚刚说了一个点 说让骑士去戳一和六 别去戳一和六 你就去戳十 因为如果说骑士 你真的分不清 你就戳十 十号如果是好人 那么全体举票 举向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假愿家就可以了 如果十号是化人 直接我们直接随便 随便一个人 然后晚上女巫就知道赌谁了 所以你不管骑谁 你骑十号是收益最大的 那不是吗 你不用从预言家里面挑 你就不相信就去戳十号 戳十号就能知道 我们还能保住一个预言家一轮 那不就 如果说是六号 六号还有警惠流 所以戳谁戳十号是收益最大的 如果骑士不信我的话 四号 好 然后一号玩家的狼 我就不说了 十二号我看你这么点头 应该大概率也是一个好人 所以说一五七十 四个狼找到 时间到 结束 过 一号玩家 我就想说一下 都地主打过 当你拿着王炸的时候 你会在意别的炸 所以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这种东西 你就戳吧 我就感觉就是 说嘛说自己都不是歧视 你听也听不出来 你也听不出来点东西 你就戳错了 哈哈哈哈 搞个节目效果 出去就完事了 你听不出来 你能听得出来什么 我感觉 我给你发了茶 杀什么二号 能不能像小伟一样 谦虚点不知道就不知道嘛 那你我们四个 老美人是谁 你等会说一下 好吗 第二圈起来说一下 老美人是谁 我都不知道你在聊什么 在等什么 你是 你是 你听一圈 你听不出来 听两圈 你也听不出来嘛 然后 然后我说啊 六骑了 死了之后 牛不准读八 八是铁宝家 老客的老美 不准读八 我都把言发的 不准读 你就安静地坐着 好吗 他砍不到你 砍到你也没关系 然后 七号 我就说一下 我吃不到铁宝你百分之百全责 人家都 现在开始说我发言发不过六 你看八号玩家多用力 什么老师给他的狼队友打九十分 给我岳家打十分 能不能用点力 好不好 我说实话 你不要老是干 你们两个干我的时候就 帮帮给力 那我给你发 我不知道 一号玩家能不能骗我 今天那个铁宝流 能不能给给力 我是狼你就是狼了 你知道吗 现在人家已经要一窝端我们了 好不好 你能不能发发力 好吧 你不要老是那边 摆出被摆烂 被扛推的样子 拿出你狼王的样子 行不行 好不好 现在你在他后置为发言 干死他 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拉开膀子干 他们还有两个 一个肯定在倒沟 今天我不知道二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是谁 你知道吗 我已经把言发到这边了 等会六号玩家骑死了 都不准 都不准读八 不准读八 我要羞辱他 单身到 不可能 真的到了吗 刷好一下 给你三十秒 干死吧 我是不知道一号玩家 怎么发出的这个言 谁先摆烂的呢 谁先自己不用力的呢 自己拿不到几灰 甚至怪了七 十一号玩家怪过你吗 上一把 太奇怪了 你这发言 甚至说有一个倒沟 我就看二 我俩投了票 我俩谁倒沟呢 我俩就算谁倒沟 那不就站对了吗 我真是没听懂 真是没听懂 但十号玩家刚才 悄悄的跟十一说 要报身份了 让十一别太用力 我觉得他俩在演我 感觉全说给我听 没听过那么大声的悄悄话 确实过于吵了 那你就报个身份呗 因为我为什么 还是站边了六 是因为你说的 你说真相会大白 你不明白 他为什么发茶沙 那反过来就是嘛 他知道真相会大白 他怎么敢发这个茶沙 这是我投给他的理由 我觉得还是能说逗你的吧 我觉得有点合理 这个理由 好吧 我不用跟你说 我得说说吧 万一我站错边了呢 至少跟你先拉个好感度吧 万一你聊得非常好 我站错边 我得先跟你道歉的呀 目前我觉得还好 这个一 怎么感觉我们都在被一玩呢 都是 还有三十秒 我真的不太接受 被一号玩家耍团团转 我再考虑一下吧 因为五号玩家说 会拉崩那个团队的事情 我也在想 但是一号玩家给七 发金水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六号玩家 会给十发茶沙 拉崩团的这个事 也是都结束之后 才会能盘的嘛 有点早现在这么盘 好吧 我再考虑一下 先这么着吧 十一号玩家 你还漏听了一句 他叫我打打倒沟 他叫我打打倒沟 不要一直冲 那一号玩家刚才 除了八号玩家 铁宝家牢靠的 那个狼 其他的位置也没点 除了那个挑衅骑士以外 我是觉得呢 因为七号玩家 一个人说一六里戳 可以 但是五号玩家 也说要在一六里戳 莫不是我的好妹妹 是一个狼美人 连了我吧 狼美人的板子 准备跳两美人了 一会儿 因为十号玩家 锦上说 我是一个平民 好吧 六号玩家 我是平民 他说锦下 我会交身份的 他是平民 就是平民 对吧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他说他还要再交身份 也就是说 十号玩家 这一轮 他一定不能起跳平民了 他锦上才能发出这个言 那你有身份 锦上不就 直接干六号玩家了吗 对吧 而且你的那个平民 中间也是有停顿的 本来就是会 在这方面会 败一点点 那个诚恳度 好吧 然后我觉得 二号玩家点的挺好的 应该就这些吧 所以我觉得 要在六十里戳 而且本来一六里戳 也不能证明 是不是狼 叉叉叉 所以是我锦上说的 所以就六十里戳 如果 但是可以听一下 六号玩家发言 对吧 然后 我也拿过 其实在别人发言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 就是很害怕别人 会去自爆啊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他本来有一些思绪 可能会被打断 所以可以在六十里说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而且我认为 他如果是平民 不会说锦下 还要再拍身份 好吧 嗯 我觉得我 没有很用力 那你来吧 过了 十号玩家 是这样的 因为 我确实不是平民啊 那个 我是因为这是骑士的板子 我不希望六号玩家 因为我都锦上都说了 怎么骑的不对 我是上女巫 我是我的营水 所以我让你别那么用力 把一会儿走得不要太快了 姐姐 我是个营水 我是个女巫 我是觉得 王宝本来发言就狗屁不是吗 大家也没人 是好人也不想专门 因为十一猛着对二叔叔 所以我觉得二有可能是个好人 那小黑的发言 跟我一单小对话 六八十一是三个是没跑了 别的就 因为二打了我的营水嘛 所以我也觉得他是 我觉得二有两点是好人 第一点就是他 极度自信 就不怕死 他狂打营水 我觉得他不睁眼 其实就是十一号 是我认为的狼人 十一号说 嗯 那你二 玩得不错 那说明二 是一张好人吗 不是一个狼带冲锋 因为狼很难有这样的对话 那怎么办呀 你看我要跳平民 那个圈圈 那就不同意 就得让我 因为我是想的 骑士如果骑了我 那骑士死 我跳了是平民 那可能狼也觉得我是个平民 但是那八号玩家在狼队 那跳不跳也就无所谓了 好吧 我是女巫 五是我的营水 所以二号玩家点的1570 Oh my God 非常不错 小小的一个四金铃 没关系 没关系 好吧 别的就过了 那就 我是觉得 其实也可以不起 就可以直接把六头了 我 我想一下八十一 谁是狼美人吧 有点笑不出来了 好姐姐 我自己想一下 我也会参考一下 后终于七号玩家的意见 参考那个 想想八十一 六死了八十一 里边我往哪读吧 那还有一张 就不好说了 那就不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了 我就只能找着三 我就过了 九号玩家 所以说我觉得我龙哥有电竞精神嘛 咽七多样赢呢 我锦上我就觉得一肯定是语言家 你看看我锦上的发言 你笑什么呢 你给我疯狂吵爱 他五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战边那个一 他说五号玩家是菜逼 你骂我呢 是吧 我就说什么 对着我还菜逼 行 实在不行可以读我啊 实在不行可以读我 因为假设你是女巫的话 我表不干净睡了 我锦上已经覆水难收了 那个发言 已经收不回来了 其实我首先啊 在这个场上 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真心的给骑士一个建议啊 就我发言以后你就可以起了 因为你看 两边七和八里面 一定有一个狼 对吧 你又分不清楚 七和八谁是 但是呢 他们发言 你肯定有疑惑 对不对 一个肯定说起一 一个肯定起六 那开始就更不用说了 他都没有这些东西 他是纯逻辑玩家 他掰开了 你吃你也不一定吞 对不对 你不如就我发 发言以后 你就起 斯法龙哥 电竞人电竞魂嘛 我就觉得这局你验气 特别合适 太明了了 这战局 以后咱们就 轮番这验 反正有首要保护嘛 下一把就硬拔 好吧 下一把我是原家 我硬拔 然后 我是真心实意的 是觉得这一局 十号玩家 警察发言以后 真不错呀 那是 瞬间就把一号玩家 这个团队给拉下来了 那相比 相比之下 十一号玩家的发言 就相形见处了 我就觉得 他还笑 是不是 小黑他们俩老演你 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这明显的 对立身份 还在那说 悄悄话 是什么意思 成功我在那演 骂谁呢 骂谁 谁成傻逼呢 我过了 其实我觉得 是可以 那个某某你要不是 的话 那怕还有个幸运 我祝你好运 那怎么说 大家 吉人自有天相 吉人真是自有天相 我过了 我过了 大号玩家 就是其实在大事赛当中 是存在很多场外的 这些场外是 在场上玩着玩家 没有办法去 给他屏蔽掉的 在你发言的时候 耿雪一直冲 怜悯地看着你 怜悯地笑 我不知道他这种 笑的声音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不简单 对 然后 是这样 因为我告诉你们 我要站边这个六 在我心里面 这个时是个狼牌 他现在跳了女巫 在我眼里 他也是一张狼人牌 假如说我 底牌是个狼人牌 而他是一个真女巫 我在这位置 我就会跳一个女巫 因为我如果说 不跳女巫 这个人 我认为他是这个狼团 对的 就没有人会跳 那 很有可能 骑士就去 骑真冤假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底牌 是一张平民牌 而不是一张女巫牌 我没有办法去穿 这件衣服 那我不想让 女巫产生 逻辑上的混乱 这是 我想想的董无尽 然后 因为他这是一个 很末之位的跳神 而且在 就最简单一个 他刚才其实没有讲清楚 他身为一张女巫牌 为什么在井上 接了叉杀 而不跳女巫 这个 如果说你底牌 是一张女巫牌 在井上你接了叉杀 你跳了女巫 井辉会流到真冤家身上 会对好人负责任 那他 没有把这个东西解释的原因是啥 因为他底牌不是一张女巫牌 那 井上跳了一个平民牌 今天在跳女巫 就 没什么太大意义 就 我觉得骑士牌 你就不用有什么太大压力 就出了这个诗 就 刚才有人说什么 啊 王宝宝宝说什么 就是一番演技 来了一句 呀 这个夜里面千万不要 这个 读这个疤 修这个疤 是这样 因为我出身光明 我知道自己的底牌是什么 今天骑士戳完 不管他戳对戳错 第二天 大家都会知道 我底牌是一张 铁骨蒸蒸的好人牌 所以说 我不会被出现这种 被抗腿在白天的这种 羞辱的场面 那你说的这种 画面就不存在 就 没啥别的了吧 我就找着三张狼人牌 就是一七十 另外那张狼 确实是找不着 确实是找不着 别的 我就不多说了 听这冤家发言们 我过了 四号玩家 我觉得这盘 我觉得骑士就别出来了 因为我们每次 到了骑士老美人 这个板子 就好人 该好好发言 就不好发言 拿羞辱家人 也不好发言 就成心 因为在这个板子里面 你羞辱家 要是不好发言的话 骑士骑错 你不就想 怪人家 那个骑士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骑士出来了 戳对戳错 自己也暴露了 我觉得就 让他们找找记性 别出来了 那因为骑士只要不出来 现在场上 所有人都会去思考 到底一和六 谁是真原家 然后 那作为 不管是汉跳狼也好 还是原家也好 那都会好好发言 至少不会说 到了骑士的板子 大家都那么无所谓 把所有的重担 都压在骑士身上 我这么觉得 那你不管 十号现在是不是 一个女巫 起码跳了 所以轮次 肯定上升成 一六的轮次了 那今天就一六里出 对吧 没办法 因为十号已经 你十号已经跳牛屋了 那十号跳牛屋 六号发十查杀 那今天只能是 新一出六 新六出一 那没办法 一号 那有可能你出局 那你万一出局 你万一 我不知道你是不原家 虽然你给我发金水 我可不知道 因为我到现在 我还得听听六号发言 那万一你要是出局了 你要是个原家 你可别说什么 这盘 什么那个 赢不了 我第一次见预言家 有让别人帮他 留九和六 所以说 反正我是觉得 当然旗帜 出不出来 自己出不出 看自己 我只是个建议 那今天反正就一六里出 好吧 那我听听六号发言 让投票不用完事了 对吧 其他没了我过 六号人家 六号人家发言 我是预言家 所以我一定会拿 骑士的命当命 所以我会好好发言 然后你听完我的发言 你一定要出 七号人家发言 就不太能是好人 因为普通的一局游戏 假设普通的一局大事赛 可能是一个 针对预言家 和一个狼人在对跳 不代表其他任何 外社会的身份 但这局不一样 首先我守过一张茶沙 一期大格力捆绑的情况下 今天证实我是一张冤家 三张狼人牌 是裸在台面上 证实一号人家 一号人家是真女物 七号人家是真精髓 那有八两个狼人牌 所以戳一定是要戳的 那为什么 我会让你出十号玩家 不要来出五六 第一你的命是命 第二 一号人家发言 紧上起跳的时候 已经基本跟任劳没有区别 八号人家其实当时点了一下 但我好像在场的玩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 去认真汲取了这个意见 一号人家说 哪怕今天七号人家 莫之位 就后面去反水 莫之后面起跳的 那个对跳的牌 也要打七十个狼 有没有听到 如果七真的是一个好人 一号人家真的是一个语言家 七号玩家 就如八号人家那时候说的一样 七号玩家是不存在 反水的可能性 只有不想让其他的好人 听他的发言战鞭 他会给一个不战鞭 但他一定不会说 一号人家一定不是语言家 他一定不会发这样的言 所以一号人家那个视角 只能告诉我们一点 他不是语言家 以及七 有可能是他的同伴 有可能会反水做身份 以及七或者是 真的是个好人 会反水 他给我六号人家 带来的思考量是什么 也证实了我六号人家 为什么是一位冤家 我冤家打我那一点 说我禁言七号玩家 是不好的 那五号玩家 你的思考量就差了一些 你但凡想清楚 六号玩家 只能是真冤家 才会禁言七号玩家 因为我的思考量里面 会出现七号玩家 这边是默认他反水了 我是默认七号玩家会反水 想清楚了没有 因为我只是默认他反水 我才知道 因为如果他直接 是占别一号玩家 我需要禁言七吗 今天七 但凡他就说 我占别一号玩家 你觉得六号玩家 不管是语言家还是狼 我会说默认七号玩家吗 我不会说默认七 只有我默认七反水 因为我觉得七 是一的同伴 也会反水 七是真好人 也会反水 所以我才会选择 禁言七号玩家 所以这是六号玩家 为什么百分百是 语言家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 当然我也是在紧下 才想通的 我几回来 我会压一张五 五四顺验吧 就五四顺验 没有什么 就不太需要 默认五号玩家 就是五号玩家打我的 那个点不太对 其次是因为八号玩家 好像没有把五号玩家 点到狼坑里面 那五号玩家 就有可能是好人 有可能是好人 但五号玩家的发言 是不太像好人的 那我其实我厌摔是个狼 我就外车随便飞 一膝十三个狼了 厌摔是个好人 我就直接给他 交给他一句话 好吧 三十秒钟 我的发言就差不多这样了 然后呢 八号玩家还说了一点 三号玩家是女巫 景上也一定会跳的 反正你们 其实我觉得该听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拿你的命当命 我也希望你拿自己的命当命 好吧 然后就戳十 其实还不动吗 不动我就投十 可不是他是什么跳女巫 什么上升的 不存在 站我的边就投十 站一号玩家的边就投我 就这么简单 还是不行 那就来吧 那就拉开来干 投十 过 景长退票十号 所有玩家请在倒数后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三号 七号 十号 十二号 投票六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票十号 十号玩家 七点五票出局 请留一言 我昨天连了五 对五号玩家殉情 不好意思 忘了 我还留一言 有什么一言可以留的 可以可以 我确实是有点想出局 我是觉得只要骑士不起我 只要骑士不起我 我怎么都出局了 就是要不然被我 我被投死 要不然我跳女巫 晚上被堵死 只要骑士不起我 怎么都赢了 好吧 那个 尴尬 过了 五号玩家请留一 百银 百银比我果 十二是银水 我想一下 那 我想一想 那守卫必须得守个平安夜吧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也不 对 守卫要必须守个平安夜 因为我被老美连死 不对 我算算 对 我读不了人 守卫必须守个平安夜 不然会输是吧 那守卫加油呗 你怎么办呢 因为骑士 骑士没出来就不用出来了 那一七十是三个狼嘛 对吧 你不出来就不用出来了 你这轮不出来 因为十狼美人出来 已经很明显了 因为 出不来了 因为大狼不会给那个 小狼不会给狼美人发茶沙嘛 因为狼美人会吃戳 所以六就肯定是愿家 我帮你把景会流改了吧 最后冲票的不是 十二是银水吧 十二是投的你 然后冲票的还有个三吧 我看到 你就去验三就好了 我就帮你改成三 你景会流不是我吗 就直验三就好了 那守卫加加油 然后骑士也不用出来了 就这样吧 那一七就顺着出呗 别的没了 就拼刀了 那十连的我 其实确实实像老美人了 因为七一直在说 一六戳一六戳 那就这样吧 好吧 因为骑士你不出来 你就藏到底吧 好吧 我过了 我过了 十二是银水 景会流也改完了 好吧 我过了 我看人家一言结束 天天挺闭 好的 欢迎回来 戴士是真的狗 就盯着我们小伟片 是真他妈狗 因为小伟是骑士 这是我盘出来的 对吧 是吗 我在想不是十就是三 我说十是骑士 他跳女巫 他要么狼要么那个 要么狼要么女巫 三是骑士 戴士那段话 就是对着小伟说 你别骑 因为这个局 骑士一骑就崩盘了 你们去想一下 其实这个局 应该是在六十里面骑的 而不是在一六里面骑 景尚戴士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说你应该在一六里面骑 因为你六十里骑 可能是狼杀杀狼 你还不知道谁是犬家 那我六十狼杀杀狼 我是不是骑谁 骑士都活着 狼都死了 那为什么不是在六十里面骑 但这回那么聊 这个就是说白了 这个视角其实是留点开眼的 你对过七号玩家发言 我就知道六号玩家是演家了 六号玩家真的是演家了 但是好像还是赢不了 好像还是赢不了 看守卫 就看守卫 守卫这一刀 就看守卫这一刀了 现在不是剧透 十号玩家是死了 是脸死了我 那十号玩家一定是狼 狼杀杀狼 可能去杀杀一个狼美 不可能吧 所以六号玩家一定是冤家 一号玩家一定是汉跳 七号玩家一定是狼 八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其他也没什么好说了 我想想 一 七十 还有一只狼是谁 还有一只狼是谁 我得想一想 我还真没找到 我有点忽略他们后面的发言了 对吧 其他也没啥了 难道是九吗 可能是九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但是 但是 紧上紧下 其实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你不要骑石 这是代事 作为这个狼头子吧 别骑石 所以代事 发挥的还是挺好的 但是 代事肯定是死了 我们切过去 昨夜 平安夜 你妈 你平时不天天自首吗 今天又不自首了 什么东西吗 自爆 自爆 一号玩家自爆 进入黑夜 天安 请闭眼 平安夜 王神龙直接站起来自爆了 王神龙要炸了 王神龙一口又要喷漆了 他妈的 你是个狼队员 你就不用力 还是首位 首位是谁 不知道 那个 那个九号发言 我当时就想 他肯定是条狗 他是狼狗 还是他是骑 我不知道 就一会看 狼队交牌了是吗 回去了吗 是狼队交牌了吗 结束了 狼队交牌了是吧 我们切 切回 切回解说 对 切回那个法官 对 这个反打 谁是骑士 他还是要刀 你 老婆 掰了 我们来附一下盘 这一局游戏的狼人牌是 1号 3号 7号和10号 10号是狼美人牌 首位是11号 预言家是6号 女巫是5号 骑士是12号 平民牌是2号 4号 8号和9号 第一天晚上 首位空手 狼人落刀 12号骑士牌 狼美人魅惑5号 女巫牌 女巫在当夜使用了解药 预言家验10号 狼美人是茶沙 第一天白天6号 真预言家牌 当选警长 10号 狼美人牌被公投出局 5号 女巫随之殉情 第二天夜晚 首位守护6号 预言家 狼人落刀 6号 预言家 行程平安夜 第二天 预言家当夜验 3号玩家 是茶沙 第二天白天场上 仅剩3张狼人牌 并且已经被预言家验到 所以直接选择交牌 游戏结束好人胜利 那么第二局游戏是好人胜利的 我们休息会开始 最后一局的 生化危机的板子 切到解说席吧 生化危机我都不调会 我只能说王成龙有debuff吧 因为为什么 单编女巫也能被投出去的 圈圈 圈圈本来是 一直自首 我们知道他是守卫 上帝视角 我们也知道他是守卫 反正我起来 我就在拜佛 因为6砍死了 他肯定自首了 就在他和6里面 砍了 12是一定砍死的 那为什么不砍骑士 砍骑士还得他们两个里面砍 对吧 12是骑士 来来来 来来 来让 你为什么会 你平时不都是守自己的吗 不好意思 不是有 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叫嚣 我连了女巫 王宝宝宝 你把戴士的刀 戴士第一天叫我给你叫茶茶 你是双茶茶第一天 那我不避死 对啊 对啊 我是双茶茶 骑士不会骑我呀 我是铁狼骑士 肯定在你们俩里边骑啊 怎么可能骑士 去去嘛 哎观众朋友们 镜头在哪 哎不好意思啊 欢迎大家收看 也有人骑双茶茶的 欢迎大家收看啊 金城大师赛 水圈夜话 水圈夜话 平安夜的人不配拥有手机啊 观众朋友们确实 反水出局的时候 都是反水牛逼 哎这把我们俩都挺牛 你守了个平安夜啊 我是歪哥要叨的我 然后呢 然后 那王宝宝还是牛逼吗 不是王宝宝怎么这么屌啊 凭一己之力 发言狗蛋不是拉帮的狼团队 然后再砍了一刀平安夜是吧 现在戴士的刀都可以随便掰了是吧 可以 我下一把也掰戴士的刀 你为什么又跟七号玩家做队友啊 他都说了更疼爱带子水嘛 我带子水白坐这儿的啊 没什么你有关系朋友们 你知道吗 这个游戏不是说谁跟七八一加谁赢 是谁跟一一加谁输 这游戏 第一把输的那的都是啊 一号玩家第一把输的 他有什么用 这个奋争自己安排的战术 一七十散郎 那么傻子都知道是一七十散郎 这小独错的独错 确实是 这是不是说跟七八同身分能赢 主要是跟一同身分就输 咋了 没什么话说 没什么话说 因为这把对我来说有一点累的 因为我听到牛肉干说 这把就靠守卫了 我心想 哎 excuse me 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怎么我是骑士的时候 大家就说 哎骑士啊 傻屁啊 骑士啊 戳人了 就等你戳啊 我是守卫的时候 这把靠守卫 那 还有其他的身份牌去干嘛了呢 下把啥板子 我说实话 我想挑个猎人 我想了想 好像这个板子没有猎人 我说挑猎人怎么办 什么生化危机 哦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 哎我们把那个拿过来 我们不要太占用别人的那个 把什么拿过来 就是把嘴大老师拿过来 把嘴大老师 不是不要浪费他们的那个 你的栗子我的嘴吗 心里的栗子 嘴里的你 观众朋友们 我跟你们说 其实我跟凡水本来今天要做解说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些东西 他不是喊的 你是手的六是吧 我手的六 然后那个给大家准备的东西 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可以用上 今天我们也就 临时各串一下 也用了 不是 我们俩坐这儿主要是告诉大家 那个不是坐这儿的女的好看 是谁他妈坐这儿谁好看 这有五个大光灯 大实在 那个灯 车人没这个屋灯好啊 哇凡水你在镜头里也这么白啊 超级美丽的 好不好 所以之前坐这漂亮的就是镜头好看 你的座场都长得一样啊 就这么回事 下巴是生化危机 你看我炸不炸死你 就完事了 上次我把技能给了你 我就炸的你 哦 上次那个观众应该是从那个官博上看到了 就是其实技能给食 九号人家是发动不了技能 然后 怂哥是不用做这个 其实他也死不掉啊 可以 大家是知道规则的 今天就可以 可以按照这个来了 没什么了 就是我希望 王宝宝敢剩下精神大师在观众的力量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不过 说实话 王宝宝也 我不帮他说话 但是我平时确实会自首 因为我觉得歪哥是狼我就一定会自首 但是歪哥点的刀 他平时 因为我是想他们觉得我会自首 然后我去守六他们砍 六 我是这么想的 那还是歪哥更了解狼 那个守卫的心 对 王宝宝 你把王宝宝的心理给拿捏了 王宝宝一个平衡夜变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守卫先睁眼 守卫守完人不是不能改了吗 但是不知道狼人刀的谁 然后王宝宝夜间砍完人以后 戴面具之前说祝他生日快乐 我就知道 一个所有所有的平衡夜 送给大家 他说了祝他生日快乐 我想这也不能祝我吧 怎么会有这么叫嚣的人呢 我都惊呆了 挺难受的朋友们 现在大家都只记得王宝宝砍错人 不记得 没什么了 确实是王宝贫一己之力 你看王宝宝觉得自己干不过七八 但是说句实话 这样桌子上11个人加起来都干不过一个王宝宝 凭一己之力决定游戏的走势 那要是不是王宝宝狼这把是不是拍刀了 对吧 你把女巫带走了 铁拍刀把女巫把守卫一砍 不就拍刀了吗 其实如果砍12会不会也很OK 那还要跟你对赌啊 肯定是把守卫 那我怎么能找得到12 不是关键是找到守卫了 那就砍守卫了 对吧 那总比那个砍骑士强吗 希望下把我们同阵营吧 我不想再跟你斗智斗勇了 好累啊 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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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拿个炒鸡大鬼 我就猛扎自己 我们要不要把 嘴大老师叫鬼啊 你没话说了是吧 准备一些东西放的时候就愿化啊 下局上警侮辱王宝宝宝朋友们 我下把不会盘逻辑的 我每轮都聊满 我就让王宝宝知道 算了算了 不能话说的太难听了 王宝宝真的会哭的 他今天还挺可怜的 不过王宝宝确实跟他做过狼队友 他非常喜欢 指刀 自爆 他非常喜欢指刀 他夜里 没有而且他的那个自信程度 就好像他已经看到板子上写了 女巫是谁 对 叶千哥要做狼队友 根本拉都拉不住 我做了十一 他做什么 他就是一个 叶千我不是骗你啊 这刚才那把 王宝宝硬要跳 硬要给外哥发精髓 外哥不同意 他不听 你们两个玩过生化危机吗 玩过玩过 来来来来 那个嘴大老师 嘴大老来吧 我们俩 吃完就必须过了 希望大家记住 今天是那个 哦 生化危机的板子给观众讲 他说 我只到生化危机 我是语言家 生化危机 我们也是吹牛逼的 大家玩了就知道 玩了就知道 别说 从生了就好了 你倒是有点过去知名 求求了 别跟你投生分 别跟我投生分就好 我求求了 我们一起看下一局吧 好不好 你今天为什么不守自己的吗 你今天为什么不守自己的 拜拜 王宝宝老师 他觉得你没找到他呀 你知道你找到了吗 来嘴大老师 希望大家记得这个 凡水带走的女巫 洋 phases 就知道王宝宝 掰了 歪个的刀 摆错了 下一把是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 是WCR的板子 然后 应该都知道 因为我就玩过一次 反正我玩这次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怪盗 就是那个大狼嘛 反正一晚上搞死了四个好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玩 瞎玩就行了 那个上一把是 二号玩家是不是还是很carry的 我觉得二号玩家 你们老说二号玩家 什么冲锋狼冲起来了 所以弹幕有时候真的 下绝论别太早 二号玩家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一把复盘的时候 是不是二号玩家还是很厉害 二号玩家一七十跑不了 三十二里 他也不可能去分辨出来 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很会玩 二号玩家很会玩 王成龙是掰了刀了 那个带士说砍十一 王成龙说不可能 圈圈肯定自首 就砍六 砍死六了就砍十 就砍圈圈 他们十二骑士也找到了 结果这把圈圈没自首 但是他没自首 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没办法了 我说三骑士 我以为 我觉得三十二里出个骑士 那我哪知道呢 对吧 我说三骑士是 我错了呗 还不行吗 我也没看到投票 我看到投票我就不这么说了 反正带士 王宝宝的八卦 王宝宝能有什么八卦呢 王宝宝这种人 那个你们是个女孩子 会接近他吗 不会吧 所以这个没八卦 对吧 这么说应该都明白了吧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我又不是剧透 我都跟你们说了 我也是弹幕视角 我是觉得 带士那么去骗骑士 只有可能三是骑士 他就骗三嘛 所以我觉得三号玩家是骑士 我是跟你们一样的视角 我一点都没有那个啥的 一点都没有 因为我不在直播间 我不在那边那个导播间 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 其他也没啥 对吧 人家离婚 你们那么感兴趣干嘛 你们也想离婚吗 你们先把婚结了 再来了解离婚的东西好吧 你们先结了婚 然后我慢慢告诉你们怎么离婚 板子 三号前男友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摊牌吧 就三号前男友确实是个顶流 但是整个就是精神大事赛里边 就上次我上次来的那一季 除了我和王成龙 其他人都知道 就我和王成龙不知道 所以我很气 所以我就把这个事 就是在直播间说出来了 我想知道 所以我就我就我就说了 但其实我是真不知道 只有我和王成龙不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你现在问我也没用 我是真不知道 真没办法 讲规则吧 规则就是那个怪盗了 我不知道这个大狼叫什么玩意 狮王 叫狮王 狮王夜里可以可以忙搞一个人 那个人如果死在夜里了 他的不管是我想死在夜里了 不是 他是如果被女巫毒了 或者白天被猎人带了 他旁边 或者白天被推了 他旁边的两个都得死 如果他是被狼人砍的 他旁边两人是不能死 不会死的 然后博士呢 是有一个血清 如果你扎到了 被狮王中的那个人 那狮王的效果就不会触发 如果你扎到了狮王 狮王就直接死 所以这个板子 如果说是高配博士的话 你能找到狮王 就盲敏到狮王 直接给他扎死 那好人就选拔carry 然后狮王的技能是 只要引发了就不能再用了 博士也是 用过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然后其他我也没法弄了 其他我是真不知道这个板子 我就玩过一回 我就玩过一回 没办法 没办法 你看你们有人说了解这个板子 又有人不了解 到底想听啥 那就这样吧 听八卦好吧 我们还是听八卦吧 那个比赛规则 你们自己百度吧 OK 林彦俊不是那个什么的吗 什么什么11那个什么 对吧 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我是真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我只是单纯表达 小伟没有把我当好朋友 就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我和王成龙不知道 因为王成龙不知道很正常 他不会告诉我 但是他连我也不告诉 我就很生气嘛 所以我必须 我必须曝光他嘛 我只是这样而已 我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 我只是单纯生小伟的气而已 因为我天天夸他漂亮 他不把我 他却不把我当人 这就不合适嘛 对吧 还有什么 没什么了吧 王成龙 我提这个八卦 肯定是没有告诉小伟 我也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 我也没说是谁 我管他同不同意 我能不能是编的呀 对吧 这个直播间里 说出来的话 有真的吗 对吧 你们还是这个直播间看少了 谁是狼人阵营 谁说你不是 到底想想不想知道这个板子 板子就是四个狼 一个狮王加三个小狼 好人是冤家女巫 猎人 冤家女巫博士猎人 对吧 冤家女巫博士猎人 就这样 其他也 其他就没有啥 这个板子说实话 挺无聊的 这个玩这个板子 一般狮王是盲中 因为他重之前 是盲中自己 因为他重之前 他是不知道狼人的位置的 那么盲中自己 如果我身边两边都是好人 那我就起跳 我跳成功了 我就把真鱼原家推了 我跳失败了 我死了 我带着两个好人一起走 所以一般狮王是盲中自己 你们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就第一页狮王是盲中自己 然后起跳 如果发现是两边有狼队友 那他就不跳了 那他就不跳了 好吧 一般都是这么 对 就是那个一想到你 我就 狮王 狮王当然可以中好人了 但是你第一天中了好人 万一好人身边有狼队友 你把好人推了 你不是狼也一起死了吗 对吧 因为狮王中的那个人 他白天出局了 旁边两个 要跟他一起死的 中了 可以无限中 但是只要引发这个效果之后 以后就不能再中了 就是你中的人 死了或者被推了 以后就不能再中了 好吧 不是只能再一个 不是只能再一个 前男友能不能分手吗 什么叫前男友啊 上局是好人赢了 狼人交牌了 王成龙 carry狼队交牌了 但是王成龙发挥的还是可以的 就是没办法 所以那个 我们这个八号玩家和二号玩家 上半还是发挥 好人里边发挥很好 那个十号玩家蛮聪明的 他紧张跳了个平民 导致了六号玩家 让五号玩家先发言 最后他又跳个女巫 避免了自己被骑 对吧 其实狼队 狼队第一天 是完全可以接受 是完全可以接受 这个出局行 就是十号玩家出局的 因为他连的是女巫 但是坏就坏的 那个盗国狼 最后又去冲锋了 不过上半 这个王成龙 真的是有debuff 你看啊 他拿个狼汉跳 自己狼队有被查查 跳个女巫 单边女巫 结果单边女巫出局了 所以说你说王成龙 是不是灾心了 没办法 谁跟王成龙一波 谁赢不了 没办法 只能写检讨 他就得写检讨 那没办法 单边女巫都出局了 虽然这个女巫 是双引号的女巫 那是不是 单边女巫 然后六号玩家 也没有去归一 六号玩家归了十 结果十还出局了 是真的恐怖 真的恐怖 博士只能扎一次 博士只能扎一次 所以博士 博士这个扎 是血清 就解尸王的那个毒的 博士扎到尸王中的人 然后那个 尸王中的那个效果 就没有了 博士扎到尸王 尸王直接死 但扎到小狼 小狼不会死 扎到尸王 尸王直接死 所以这个板子 很考验博士 这有个弹幕说对了 很考验博士 能不能给视角 我做不了主 我真做不了主 我也不知道 为啥要玩这板子 因为好玩的板子很多 这破板子是我们WCL 这个沙妙裁判发明的 他们觉得不亦乐乎 我也没办法 应该是 应该给个 给个博士视角吧 应该给个博士视角吧 我希望他们能给个 博士视角 你没有听懂 这个板子的原因 是因为我也没懂 所以我跟你说 你也听不懂 我基本上大概懂 但是你自己不 这个板子 你自己不玩个三四把 你大概还是不知道 怎么回事 确实听不懂 确实听不懂 博士扎一个 保护不了三个 博士就是 博士就是扎的那个 盲扎一个人 博士扎就一定奔着尸王扎 他把尸王扎死了 哪怕尸王的尸暴有用 也无所谓 怎么办 这个板子 WCR玩到现在 好人没赢过一回 WCR玩到现在 好人没赢过一回 我记得 所以这个板子 好人真的不大优 真的不大优 好了 好了 我们接过去了